来政治的焦点我们继续来聚焦 侯友宜正式级的辅选阵容即将成真吗 将会逆转士气来个逆转士吗 现在外界都很关心 现在传出媒体爆料 国安会前秘书长金普聪 已经要进入团队了 而且参加了重要会议 另外一头王金平前立法院长 他也没有闲着 他筹组侯友宜立委后援会 来帮忙辅选 可以看出来在兰茵很多重要的要角 看起来似乎都动起来 那沈富雄就说 如果王金平跟金普聪 共同为侯友宜来辅选的话 是国民党自从马王政争以来 一个最完美的画面 因为金普聪背后 大家都说他是马英九的人 当初马王政争有心结 现在看起来 一起来帮侯友宜来帮忙辅选 是不是可以来塑造 来引整合大团结的气势呢 而且可以为林池国民党 很久的马王战争 后遗阵可以画下一个非常完美的句点 对于团结共党时期 他认为有极大的帮助 那当然现在大家也都在看了 现任当主席是朱立伦 朱立伦他到底会怎么样来帮忙侯友宜 会不会来整个来做一个操盘呢 先来看侯友宜竞选工作室 全新的阵容 未来将设执行长操盘选战 不设主委哦 传出谁会来担任荣誉主委 马英九朱立伦 也就是一个是前任的国民党党主席 一个是现任的国民党党主席 将会来任荣誉主委吗 现在传出这样的一个风声 那也传出这样 未来马系统也会直接来进入侯友宜的团队 包含很多重量级的前官员哦 看起来马英九的人马也就在动起来了 要来帮忙侯友宜来打赢这场选战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是郭建亮亮哥他就说 其实侯友宜的反应能力 他认为有进步啦 他呢进董团队也有在吸收话题 然后这场讲话很直接很了当 创造的网络流量也很可观 侯友宜需要练习相关的能力 那另外呢 其实呢 这个也传出台北市政顾问陈国军 他已经多次来参与开会 七月就要来正式的进驻了 那蔡正元也提到说 建立自己有一个吸引力 有魅力 能够让媒体下标的风格 其实比较重要 利用对手批评的力道 反击才能够得分 那这回侯友宜近期针对了 包括了未要案 包含了服务等等的重要议题 炮火猛攻执政党 那郭正亮就直言 侯友宜发表言论时呢 最需要的是爆点跟金句 文生组也必须要有下标的功力 不过最终流量声量 还是要回归侯友宜 你的本身态度 还是得拿出来 侯友宜需要这种东西 需要爆点 需要金句 就是这样 就是爆点 就是那个点不是讲完就结束了啦 而是就要有金句要帮你设计啦 所以就是文宣组 就是要有下标题的功力啦 然后侯友宜还要演出来 你本身如果一定有一定的流量 你要找人家来跟你搭 那是很容易的 那只是你要不要用心在这里 可是我还是觉得 你要对着镜头啦 对着要练啦 就是讲一分钟的话 立刻把那个重点讲出来 然后立刻要人家下标题的 不要铺陈了 不要铺陈了 拜托 铺陈人家会不去帮你讲 你有那么多的团队 对不对 你重点是要 在电视新闻一折 大部分都是30秒嘛 你电视新闻拍的那30秒 你的哏要出来啊 这个很重要 这个佩萱非常懂嘛 就是这个真的是 你以要身为候选人 就要逐渐锻炼这种能力啦 知道我们 我们在节目上对他的批评 他有在听喔 有喔 而且他真的有在进步 有比较反应快一点 对你有看到他的镜总 在吸收一些话题 真的有在做啦 可是选举最终还是要落到 候选人身上 候选人因素绝对占 超过七成的因素嘛 所以我觉得最后 就不是镜总的本事啦 是候选人本身要把它表现出来